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在心头就一句 要说出来不容你 把一生一心交给你 只怕我们长相聚 你有来生还是你 红碎碎年永远在一起 我既然已经找到你就不会再放弃 看桃花似雪月天根滴滴 无穿多风雨 如果我已随不去 会望着天望着地 有一双泪眼望着你 就算你也不信你 还有初衷 又会有一个等待 在心里 怎么办 我说得轻了 你这是戏弄考官 戏弄考官 按大明的历率是要重打八十大板的 说得重了 你是藐视圣上 藐视圣上是要满门敲斩的 现在老夫对你一概不予追究 怎么你不思图报反倒来找我算账 你这不是狗咬吕动兵吗 你 你讲不掉道理 你 要讲理 到我们总督大人那去讲吧 走吧 等一下 这位皇爷 侯公子还拜托诸位多多的关照 好说 走吧 等等 赵宗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你可以有数 我说救你 还不是得罪了韩赞周那个老太监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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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那死了 其实 我只是想为圆圆一争花魁出点力 这下 我真是没用 杨公子 你快别这么说了 都怪圆圆命苦 没有这个福分罢了 到害得公子丢了钱财 又受了气 嗯 我杨龙游可不受这窩能气 我找我姐夫去 你姐夫 他一个小小的凤阳总督 又能拿韩公公怎么样 再说了 这口气 早出晚出还出 可是选花魁没有两天了 总得想想办法吧 哎呀 该打该打 我光顾我的事了 怎么把你选花魁的正事都在脑后了呢 又杨公子 你也在这儿呢 顾妈妈 你在韩赞周的老东西那儿 你拿了多少好处你 哎呦 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 冤枉 我哪知道她会这样吃人不懂骨头 算了 算了 再说了 我对圆圆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我怎么会害你们呢 哎 这也怪我 一时病急乱投医 可是 我不是也想让圆圆当上花魁吗 哎 妈妈 杨公子她你是一时心急吗 您就别放在心上了 圆圆选花魁的事情 还望妈妈做主呢 这一时间 我也没有什么妙计 不过今年花魁大赛可不同往年 请来的都是一些不一般的人 钱千亿 陈子龙 宋元文 侯超宗 冒一江 这几个人可是以前钱亿为首 已经开了吗 你不是说了吗 钱大人你已经睡了 别着急啊 马上就到 到了 哎 停 别着急啊 还望通融 哎呀 走吧 你你你还想我说多少遍呢 不见就是不见钱 他还睡了 哎 杨公子 啊 待会见了钱大人 千万不要乱讲话 咱们只需要探认她的口红就行了 知道知道 我就说你快走吧 人民关天 不您通融 哎 哎 你快走吧 走吧 哎 哎 刘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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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姑娘 我真是服用你了 你在这折腾半天了 怎么丢死心呢 人民关天 太望通融 不是我不通融 是老爷关照过了 过几天就是花魁大会了 我们老爷是总评审 总得避避嫌吧 花魁大会之前 所有参加比赛的人 一概不见 真的 我实在不敢让你进去 柳姑娘送我求你了 别再来不理难我了 太门 太门 刘姬姬 刘姬姬 你还是回去吧 咱们去花魁也不一定 不要求他吗 是啊 我不是为花魁的事 我是来听猴公子求他 猴公子怎么了 猴兄哪会有事求他呀 他得罪了函子 借着他爹猫的肩膀 把他关起来了 又是还给你个老东西 没有关系 我一定不想到办法了 赵总 我一定会叫你出来 柳姑娘 刘姬姬 刘姬 原来你在这儿我都找你大半天了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毫无心事 一觉睡到大天亮 怎么了 牛心事 总要想个法子 你说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那几个对手本身都不弱 又有人包装 要想赢他们 我必须想个出奇制胜的好法子 原来你在这儿是在想这件大事情 我还以为你又在想什么六朝楼主 什么有缘人 看来你心对公子的心思还是不大了解 小丫头 一大清早的 哪那么多话 不多话 可是不多事 自从那夜 公子你和侯朝宗 之后我就再也没找过什么六朝楼主了 那又为什么 你想啊 你既然有了这个有缘人 你再找回来一个六朝楼主 你不是两难取舍了吗 一个是你千里乔乔来寻找的 一个是上天安排好的 如果两个都放在你面前的话 你不更加为情所困了 你一派胡言 哎呀 我好姑娘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侯朝宗被抓 柳如说正好失去了靠山 你不少了一个禁敌吗 怎么还想着要去救他呢 这点我倒没有想到 听我的 别管那么多闲事 安心准备你的花魁吧 上次你请韩公公吃饭 把他唬得很高兴 现在 董小婉没了毛皮疆 柳如说失去了侯朝宗 这花魁 岂非你囊中之户啊 远远 公子 小姐没有 那个才是为情所困的人呢 准时又被董姑娘拒绝了 他真可怜 这个董姑娘平时看着弱弱弱弱的 现在怎么就那么狠呢 不行 我要去安慰安慰他 哎呀 太好了 你们都在啊 我正要找你们几位高人啊 妈妈 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 圆圆自小 就是孤苦无一的 在这世界上 除了妈妈 就是刘姐姐对我最好了 嗯 你没看他昨天那样 说什么也得想办法帮帮他 至于选花魁的事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韩战兜这个人 城府很深 又启示我一两句话就能劝动的 不过 我去试试就是了 妈妈 谢谢你 走吧 真是欺人太甚 是啊 一个太监 竟然在南京城如此霸道 想坑谁就坑谁 想抓谁就抓谁 我就是看不过去 再说了 这侯朝东啊 到底是我多年的朋友 大家一定想个办法救他呀 这样 你先找你的总督姐夫 让他帮忙 记住 要想让官与官奏 必须让他觉得 他在南京的势力 受到了藐视和威胁 明白明白 就是挑玻璃剑 这可是我的打手好戏呀 大哥 你对官场这一套 还挺有经验的 小把戏而已 别的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一句话 需要用钱 找你大哥我 李公子 你一向是个智多星 这次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了 是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你要知道被抓的是 侯朝宗公子 两位 我还有要事 先告辞了 李公子 李公子 哎呀 你来南京 不是要找六朝楼主吗 我告诉你 侯朝宗就是啊 你难道不想救他呀 是他 怎么会又是他 公子 公子 你怎么了 但是那侯朝宗公都得罪过你 可是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再说了 他又是六朝楼主 又是这个有缘人 良好的兵力好了 你怎么 公子 天下宗公都得罪过你了 我说过要见死就救你了 我说过要见死就救你了 只不过我不能在那些人面前表现得太明显了 要不然 等我恢复了女儿生 那些人 岂不要胡说八道啊 哦 原来你的心里边有这么多的弯来绕啊 要不人家说呢 女人性还比真啊 你信 你不是最爱打抱不平吗 嗯 现在呢 我就给你个机会 当一回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大侠怎么样 行啊 你不是知道李晨晨在哪儿吗 去把他给我找来 我去找他 嗯 你忘了 他是我父王最亲信的人 这满朝的人又有谁不认识他 哎 聪明 公子啊 你可真是那个诸葛在世 我马上找他去 嗯 李公子 侯兄 你我萍水相逢 泛泛之交 没想到你来看我 小弟 一直钦佩侯兄的才华 今天侯兄遭此劫难 小弟李迎前来看吗 来 来 坐 坐 侯兄 事到如今 可曾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后悔 后悔 怎么 侯兄 现在还笑得出来啊 生有何欢 死有何惧啊 好气魄 只是听来 未免消息 红城朝已经兵败松山 想了清了 国事越来越危急 百姓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 我东林复射虽然高唱旧国 可唯天法术 如此 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侯子 此生可是再无憾事 憾事吗 倒是有一件 就是 去年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 正是元宵 我与家人侯贵 来到灯会上 那里景色迷人 令人亢奋 星熙月朗 漫廊彩灯 如天上繁星 回廊举举 灯火阑山处 迷贴遍 这哪难得做 我这读书人 听旁人说 这灯会上 这灯会上 有一奇女子 没有一条命 能够担住她 我寻觅而去 这灯会上 那只是碧月羞花之辱 沉鱼落殿之貌 如此才貌双全之人 正是我一中加厉 我嫌家庭前去拜王 可却始终接近不了 后来呢 后来万头攒动 人如朝有 转瞬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你可知道 那女子是何方人士 如果再见到她 后兄可还认得 认得 刻骨铭心 去遂冯卿笑一回 今年笑狗 不尝开 莫非此处无人笑 不是真情 懒放怀 潮红 后兄 看不出来 映日如此潇洒的人 竟然也这么痴情 李公子 后兄 请讲 我 我什么 其实我 我们大人来了 快走吧 来 你快走吧 多保重 金公子 请留步 金公子 小婉特来将此物归还 董姑娘 你不愿意 金某 金某也不强求 但是 如果连这一点小小的心意也要拒绝的话 是不是太决心了 小婉多谢公子 对小婉的一片心意 但 这等越轨之物 你如何做得出来 你就真不怕牙齦抓你吗 再说 小婉乃一件灵命 又何惜带这种东西 董姑娘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那么严重 金某倒要看看 啊 也不过是一件超实的品化 可是 除了董姑娘 谁还能配用她呢 金公子 一人出门在外 有些事情不得不小心 这私柱凤冠罪名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婉断难接受 好 既然姑娘不肯收 那我就将全南京城的人都叫 让大家平一平 看姑娘 有没有资格带着凤冠 金公子 你这私柱凤冠的事一旦传开 官府请有不致你罪之理 也罢 这东西带在公子身上也很危险 不如就由小婉先带为保管 待公子离开南京之日 小婉一定归还 董姑娘 请你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 这凤冠 终有一天 我会让她堂堂正正的 带在你的头上 小姐 小姐 大公子回来了 就在门口等着你 真的 咱们快走吧 金公子 小婉先告辞了 我金帽上何等人 在你董姑娘眼里 竟然比不上一个百无一用的冒医将 小姐 小姐 你没把这封官还给金九龄啊 封官 这金九龄正为你肝冒起血 这种主意也想得出 也难怪你舍不得归还 到底是给打动了吧 你 你这样怀疑我 我 茂公子 你的朋友侯朝宗 为了替你考试 已被寒旦州关进了大牢 金某特来指挥一声 会有这种事 声明真似汉服风 庙里玄规更不同 一时查先开弹案 千行莫庙 且清风 竟把钱某的心思都写出来了 他还在门外吗 是大人 你去把他请进来 我这就去 把钱某比作马荣谢安 钱某 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马荣谢安 圆圆 圆圆 有希望了 我大哥出的主意果然不错 我刚说咱三句 我姐夫就火了 现在已经找何旦州去了 小女子柳如氏 见过大人 人道柳如氏 一代才女 读了你的诗 方知名不虚传 大人一代名儒 为求的一件 如氏不得不在您这儿 搬门弄斧 如有得罪之处 还望大人海寒 柳姑娘 你太谦虚了 柳姑娘的文采 乃自不必多言 最难得的是 擅长攻心之术 柳姑娘 我有言在先 花魁之事 在我府上面谈 大人误会了 如氏冒昧前来 是为了侯朝宗侯公子 侯公子被官府 以待人考试之罪抓了去 现在正关在大牢里 您是江南学界太陡 请看在如铃一脉的份上 救他出来 如是在这里谢过大人了 不 无需多礼 侯公子在考场上 大骂韩公公 虽然痛快 可那韩战都是何等样人 又岂真的会放过他 终究是找到了借口 其实你今日不来求我 我也正在想办法 那如是先带侯公子 谢前大人的救命之恩 帮助侯公子 前某义不容辞 柳姑娘一介女流 尚未侯公子奔走呼号 我前某怎能坐视不理呢 柳姑娘你放心 我这就去见韩战州 韩大人 多谢前大人 杨兄 小婉猜的没错 你果然在这 帽公子 你知道侯超宗的事吗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杨兄 某某有一事相求 没想到你 帽大公子 还有求我的事 说吧 看我愿不愿意帮你 杨兄 我想求你 跟你姐夫说一说 不用你求 我 帽公子 他已经为 圆圆选花魁的事情 找了他姐夫好几次了 怎么好意思 又开口相求呢 是啊 杨公子 此事你若肯出力 花魁大会上 帽公子那一票 就投给圆圆了 小婉 侯公子是为了帮帽公子 才被抓的 他的安危情 比小婉的花魁重要得多 小婉 你如此实大体 我 只要公子能够明白 小婉的心意就够了 那就这样吧 好 望杨兄言而有信 放心 告辞了 侯公子 咱们反正是要帮的 这样一来 起得是两全其美吗 圆圆 还是你聪明 哎 杨公子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花魁的事情吗 还得商量商量 明星 你先出去 别让人进来 是 我讲自命 郡主 可是回心转意 愿意与陈军回王府了 陈军哥哥 小妹 有事相求 郡主 陈军哥哥自自 是你我年幼时 不懂尊卑时的称呼 郡主 今日这样叫 岂非折扎 陈军 自从长大以后 你就跟着我父王做事 对我越来越疏远了 不过 在我心目当中 我还当你是我亲哥哥 郡主 郡主说有事 什么事 陈军万死不死 我想让你去见韩赞州 要他放了侯朝宗 听着你 我 其实 侯朝宗那个人 我很讨厌的 可他一见明流 真的落入韩赞州之手 令人于心不忍 更何况 韩赞州 他一个太监 凭什么这么张狂 也该有人整着整着他 还有 还有 侯朝宗是杨龙友的朋友 杨龙友你总该知道吧 他是这间店的老板 让我白吃白住啊 还有 还有 总之呢 你也是侠义中人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郡主不必找那么多理由了 陈军替你救他就是了 只是事必之后 郡主可愿与陈军一道回去 你这是交换条件吗 本来 不是不可以的 可是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比如 比如 郡主的心思 陈军明白 既然那个人对你那么重要 我帮你救出事 郡主愿意小花腿 就去小花腿 愿意和侯朝宗 总之 陈军回王府 听了一发了就是 公子 公子 怎么样 答应了 我真是糊涂 这么多年 我居然当陈军是我亲哥哥 就是说嘛 他怎么能配得上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算了 反正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不过以后你记得 不许对他无礼啊 什么嘛 你怎么帮着外人欺负起我来了 帮我陪你出生路死 还要给你做陪衬 好 但我说中了行不行 好迷信 我错了 原谅我 不过这件事情呢 已经晚了 我们可以好好地 想想花魁大赛的事了 就两天了 也罢 也罢 小我侯朝宗常见了这人间百味 竟然忘了这世上 还有这牢狱之苦 韩公公啊 韩公公 小生这乡 也无理了 孽子 到了这个时候 还这么不正经 父亲 平日 不把为父的话放在眼里 这下 你终于尝到了苦头了吧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 可是这考场武并 作奸犯科 最不容设呀 让父亲担心 是孩儿不孝 不过这件事呢 孩儿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岂是怕你连累了为父 哎 你且在这忍耐几天 那韩散州 当年与我是有些交情的 我拉下了这张老脸去求他 他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万万不可 父亲 孩儿宁愿千刀万刮 也绝不愿意您去求他 这是你妈给你收拾的几件 换洗衣服 看守那儿我也打顶过了 你就放心吧 哎 孽障 孽障 韩散州 你我二人终是要再见面了 郝大人 自打那件事之后 这十多年来 你对我一直是避而不见 老夫此次来南京 若不是为了令郎的事 只怕还要继续躲着我吧 往事不要再提了 当年我是一念之差 与你做了一起 伤天害理之事 这十几年来 老夫没有一天不再受着良心的谴责 真是生不如死啊 侯兄 这就愿你自己想不开了 你看看 韩某 照样不是活得逍遥自在吗 事实上 能够像韩公公你那样全无良心的人 又岂会有第二个 老夫自问 无法与你相比 令郎坏事不也坏在良心二次吗 可见良心这个东西 没什么大用 你想见老夫也见了 就不要为难全子了吧 嘿 侯兄哪里坏啊 我这一 不过是给年轻人一点点教训的 二来呢 不是想见见故人吗 哪能真的为难起晚辈来啊 既然如此 那韩公公你 有事吗 是 侯大人 请稍后便客 我去去就来 先坐 天忆 天忆 天忆究竟要如何呢 你既赐云我如花美貌 又为什么 让父皇为我指定那样的亲事 你既然 让我遇上永远人 为什么 让他以心有所数 公子 公子 有战报 有战报 报上来吧 是 经过明星我几个时辰的东班西跑 终于打听到最新的战况 柳如是按兵不动 董小婉和豹皮江在河边密谋 是一会哭 一会笑 可是明星他暴露始终没敢靠近 那个陈媛媛呢 一直在听雨轩跟杨龙友一起听歌 是曲声欢快 乐声优美 看来是胸脑成竹了 这个洞员外的千金呢 从跑了十分就见了天空成衣铺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 美香楼的那个死对头离香院的如烟姑娘呢 从昨天开始 他就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 我还没说完呢 对了公子 你凝思苦想结果如何 不知怎么了 心里烦得很 一打主意也没有 以前我不过是一时兴起 要参加比赛 倒是信心十足 如今我一定要当花魁 这心里反而没底了 郡主 你可是明星的偶像 说这么泄气的话 我不出卖你了 老侯 你这公子好大的面子 今天一上午来我这的人跟走马灯似的 凤阳总督马士英 江南学界泰斗 钱千亿 还有这美香楼的老板娘 都是来给他说情的 刚才这个嘛 来头更大 哎 令狼什么时候跟福王府扯上了关系 什么意思 福王府 哎呦 你还跟我装出一份无心问证的样子 我差点让你给骗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不说就算了 难道老夫还查不出来吗 全子之事 明天我就下令放他 他可还是南京花魁大会上的主力呢 记住此 老夫告辞 等等 我也知道你不愿意和我多谈 但这十几年来 有一件事使我韩某 每每每想起来就寝食难安 那个婴儿 往事休要赛敌 告辞 你要真的选不上花魁 人家就更不正眼看你了 关键时刻 脑子怎么一片空白呢 李公子 金公子 你不去帮董姑娘做宣传 在此做什么 哎 如果他真愿意让我帮他的话 我难道就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 这么 伤心人别有怀抱 岂非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 哎 别让我的事带坏了你的心情 哎 你那个小明星呢 明明是他要选花魁 怎么让你一个人在这伤脑心呢 哎 哎 金公子 你觉得我那个小明星如何 什么如何 很好啊 不过 他虽然机灵可爱 可是想当花魁是不是有点 谁跟你说选花魁的事了 我是 算了 也是我胡思乱想 怎么可能的 告辞 金公子 这个李公子 怎么说变了就变了 像个女人似的 钱某性不辱命 韩磚舟已下令明日就放人 多谢钱大人 你把钱某彼得到马戎谢安 声明真似汗不分 钱某帮你低点忙 又何足言谢 如今奸臣当道 一代皇上多乌云见青天 钱大人风格外向 也理所应当 京士济民 依大人的胸怀大致 我想连马戎谢安 也会暗暗称赞的 钱某尽力而为 以不负姑娘的期待 那 哦 那钱某就告辞了 与柳姑娘的一席话 令钱某备敢畅快 如是也是有同感 人家都已经开始了 你们还在这弹琴收唱呢 那个冬小白一大清早就在城南吃饭呢 吃饭 如是来 算了 这几日辛苦你了 只要你平安无事 我是无所谓的 明月放我出去 倒是不会耽误我 做花魁大会的评委 昨夜冒兄来探我 他说他想出了一个高招 不知道是什么 刚才我看见他跟董姑娘 正在街上吃饭呢 冒兄啊 冒兄 好 不愧是我侯朝龙的好兄弟 好对手 高 实在是高 公子逢此大事 我早已将花魁之事放在脑后 其实 哪不难花魁对于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 公子也不必如此见怀 不可放弃 有趣 有趣 有这样的好对手 才更加刺激 如是 我为这花魁大赛 没少费心许 如果你不一显身手 我定会爆汗终身的 有时候 我真不明白你 这科举大事呢 你当成儿戏 这儿戏之事 你有台什么爆汗终身 我告诉你 这花魁大赛 向来是才子佳人 展示文采趣味的好场所 我侯朝宗是无意观察 最看重的就是这情势 你我联手 共夺花魁 不但彰显你我二人 株连碧合 而且能够在江南 造成一段风流瞎话 妙啊 妙啊 既然公子你这样看重 花魁之事 纵使我不喜欢 我也一定会尽力的 好 如是 让我来想一想 让我好好想想 那我等你 有时候 一想到你我二人 志趣如此不同 就对咱们的将来 没有信心起来 有了 我想到了 你们也别总是指望我呀 你姑妈妈我再厉害 也都不怪那几个公子啊 侯朝宗要是再一出来 柳如是 不知道要玩出什么花样来呢 看来圆圆 终还是没有这个命 圆圆 别这么说嘛 咱们再仔细想想 想想想 在这已经想了大半天了 也没看出你想出什么如它了 杨公子啊 我们圆圆也是一时先及 你可别放在心上啊 圆圆 你放心 这回啊 就算想拔了头发 我也要想个拔的错 多谢杨公子了 三才报 快开门呐 这次只有你能报我了 开门呐 小婉 昨天为了封关我 这事儿怨不得公子 小婉明白 公子也是因为心中有小婉 才会不愿的 所谓关心则乱 小婉若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也就太对不起公子的一片 只是花魁 我明白公子的心情 小婉虽然失了公子这一票 也未必就全无夺魁的希望 对啊 我们已经出了一招了 看看这回猴 帽公子的董姑娘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猴熊今天出狱 我们去接他 他今天出来了 你很高兴吗 不见得吧 听杨龙勇说 那时他让你帮他出主意 你竟然甩袖而去 望猴熊平日总是赞你 还想与你结交 想不到你竟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帽公子 你少论说 你知道什么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想当一无命英雄 走大家 大家早 早 今天大家一起去接猴朝宗出来 我还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怪我 也许怪我 顺手不能抓住太多的幸福 流浪平凡的 流泪浪漫的 只有这好值得孤单 也许怪我 竟不能看清渺黄的永远 再给我 多谢世界 也许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怪我 多谢世界